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水恩 今期節目會跟大家做一系列 跟雞蛋相關的實驗 這麼大的工程,肯定要先找個攀樓 李子文,你平時喜不喜歡吃雞蛋? 當然喜歡 像我今天這麼有生活品味的人 肯定要做健身 做健身小不料就是吃雞蛋捕捕身體 最近網上流傳了一種 檢測雞蛋新鮮度的一種方法 就說將雞蛋放在水缸裡面 雞蛋就會沉在裡面 但是前提是要新鮮的 但如果存放了三、四個星期以上 雞蛋就會浮起來 是嗎? 做的實驗就知道了 沒錯,做實驗,但做實驗之前 有件事要準備一下 哪裡去找新鮮的雞蛋和不太新鮮的雞蛋呢?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在養雞場裡剛生出來的雞蛋 對呀,那就馬上找一下剛剛生出來的雞蛋 走 為了找到養雞場 拿到剛剛生出來的新鮮雞蛋 我們的調查員特地來到百萬葵園 因為聽說這裡有個非常特別的養雞場 這裡位於廣州南沙區 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鮮花開放 瑞恩和子民一來到這裡 瞬間就被疑人的風景吸引住了 喂,你不要只顧著玩 不要忘記你們的任務 是快點找養雞場 喂,這裡哪裡像有養雞場的地方 這麼漂亮 對呀,是一個公園 不如我們還是找工作人員問問 看看究竟在哪裡 走吧,我們再問問 逗逗轉轉 終於在熱心遊客的指引之下 瑞恩和子民找到了養雞場 養雞場的智養員陳小姐已經在門口等我們了 陳小姐你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雞場有多少隻雞 我們雞場有六萬多隻雞肉 哇,六萬多隻 我想問一下這裡大概有多少種粉種的雞 就是一種,一種三龍雞肉 之所以不遠千里來這裡取新鮮雞蛋 是因為這個養雞場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有多特別? 這裡的雞,平時除了吃粟米之外 還要吃葵花籽和葵花葉 哇,我真的這麼大的兒子 也第一次聽 瑞恩就說她這麼大的女兒 也是第一次來養雞場 無論如何都要趁這個機會好好參觀一下 喂,不要忘記你還有任務的 請問你們兩位是做甚麼的 我們是來玩東西 不是啊,我們是來做事的 做事,做實驗的 想問一下有沒有新鮮出來的雞蛋 最好是帶著雞,體溫的雞蛋就最好了 對,我們就想請你幫忙去找一隻準備生蛋的毛雞 然後拍下它怎樣生蛋 為了取得剛剛生出來的新鮮雞蛋 我們準備蹲在雞凍那裡 等雞生蛋 到時候,嘩,燙手還得著體溫的雞蛋 就是我們要的最新鮮的蛋了 沒有雞生蛋的過程是不可以拍的 這樣會嚇到雞,雞會死的 會死的?為甚麼? 為甚麼呢? 因為雞受到驚嚇的話 雞蛋會在體內困難 然後牠排不出來的話會死的 嘩,這樣很可怕 原來雞生蛋是要完全安靜 不備打擾的環境 真是不說不知 我們差點犯了一個生死有關的錯誤 雞媽媽,Sorry,Sorry 看來我們只能夠委託自養員 幫我們拿最新收回來的雞蛋 這些都是新鮮的雞蛋給你們 好的,謝謝 在我面前已經有三種雞蛋 分別是新鮮的雞蛋 還有放了兩個星期的雞蛋 尤其是這隻 這隻雞蛋就真的非常之難得 是我從我同事的宿舍拿回來的 那待會呢,為了區分他們的不同 我就會拿一支筆去寫下記號 現在三隻雞蛋都準備好了 一號雞蛋是陳阿姨 幫我們找到的新鮮雞蛋 二號雞蛋是瑞欣在同事家 找回來的兩個星期的雞蛋 三號雞蛋是街坊提供 已沉睡了兩個月的雞蛋 接下來看看實驗 是否可以證明他們的新鮮度 和他們在水裡的浮沉程度有關 好,我們接下來先放第一個雞蛋 這個笑臉的就是新鮮的雞蛋 我們放下去看看有甚麼現象發生 看看這個新鮮的雞蛋是有甚麼反應的 新鮮雞蛋果然好東西 毫不猶豫,咚一聲就沉到底了 我們看見是很乾淨的 那一聲就放下去下面 嗯,看來即是說新鮮雞蛋 確實是有料到的 剛才新鮮的雞蛋是一聲就沉到水底 究竟這個放了兩個星期的雞蛋 會有甚麼現象呢 咦,沉到底了 咦,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傾斜感 跟我們實驗所說的一模一樣 是有45度角的微微傾斜感 嗯 又不是說完全沉在水底裏面 又不是完全浮在水面上 嗯,我也算是對一點 2號雞蛋已經是兩個星期時間的雞蛋 它均勻地墜入水底 但是和1號雞蛋不同的是 它向上呈45度角有上浮的趨勢 接著下來的時間 看看我們第三隻已經保存了兩個月的雞蛋 是怎樣的了 接下來我們就放下去 看看會有甚麼現象發生 嗯 嘩,厲害啊 這隻雞蛋就好像有隻上帝之手一樣 抱住了 入水馬上彈起來 就連水缸裡面的中等水位也彈不到 竟然浮起來了 真的浮起來了 嗯 看來這個食物真的可以測命 這個水可以鑑別 這個雞蛋是不是新鮮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雞蛋是真的可以浮起來 這麼誇張的 看來這個雞蛋真的很臭 是啊 通過剛剛的食物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新鮮的雞蛋放進去 放在水底裏面 如果是兩個多月的雞蛋放進去的話 就會完全浮在水面上 如果是放了兩個多星期的雞蛋放進去的話 就會慢慢地沉下去 離水底就會有一點點距離感 嘩,看來這個方法就真的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原來這個水質可以檢測到 雞蛋的新鮮度究竟是多少 但是這又是為甚麼 這三隻雞蛋從外表上看上去沒有甚麼區別 但是為甚麼不同 新鮮度的雞蛋浮力都有所不同 為此我們特地採訪了 總散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便醫生 為我們解答一下 雞蛋放置過程之中 它葉不新鮮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甚麼問題 就是它本身變質 或者是接近於變質這個過程之中 它的內容物實際上會縮小 變密 那麼這種情況下 使雞蛋內部的一個氣勢的體積變大 這個氣勢變大就好像我們的潛水艇一樣 把水放出去以後 空出的範圍大了 那麼在統統體質之下 它很容易浮起來 很容易浮起來 所以我們說 越接近於變質 或者是變質越厲害的雞蛋 說更容易浮在水面上 哇 這一招真是神奇 那我以後買了雞蛋回家之後 就可以自己試一下 看來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有很多一招 陳阿姨 甚麼事 一看你們沒甚麼生活經驗 這種方法雖然是可以試到雞蛋的新鮮度 但是這樣容易患而保存 蛤 有這樣的事嗎 沒有吧 治療員說 這個方法雖然好玩又好用 但是麻煩的是 浸過水的雞蛋根本沒有辦法長期保存 那又是甚麼原因呢 我們請出專家告訴你 如果是用浮力這種方法 確實它會損害 就是說它會把雞蛋表面 表層的這層黏膜把它洗掉 那麼洗掉這個過程之中 它的蛋殼是有縫隙的 那麼在放置時間要求越長的話 那麼它的危險性就會越大 所以浮力這個方法 我們說可以檢測它的新鮮度 但是可能就是說不作為一個常規的使用方法 我們建議雞蛋的話 就是說需要放置時間越長 就是不要把它表層洗得太乾淨 那麼這種情況下它可能也容易放置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如果要嘗試這個實驗的話 那還是要等到我們準備吃這個雞蛋才行 沒錯 都說實質是檢測真的唯一標準 所以說今天你學到不少東西 不單止學到東西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 在想什麼 在想什麼 這個是葵花養出來的雞蛋 味道肯定是不同的 好像是 陳小姐 陳阿姨 既然你們來到 就一定要嘗嘗我這裡的葵花雞蛋 這幾隻是剛剛生下來的 嘩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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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姨 真棒 今晚有口福了 快要先煮了 好 走走走 嘩 我們來到一個很小清新 很文藝的地方煮雞蛋了 兩隻懷成貓拿到新鮮的葵花雞蛋之後 迫不及待感就要開始煮來吃了 安全起見 女神恩一定要煮夠十分鐘以上才能吃 很熟 這麼久 還沒熟 還沒熟 幾分鐘 三分鐘左右 三分鐘夠了 半三熟營養很多 我聽說不熟的雞蛋會有細菌 再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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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恩因為擔心雞蛋煮不熟就不夠衛生 發停地說煮久一點 但是好吃的雞蛋就在眼前面了 子民就很想快點來試一下 不過不管怎樣吹 瑞恩就是不讓子民關火 終於過了十多分鐘之後 誰一終於放心 小心點 真棒 這個雞蛋還有一點綠色 很漂亮 不要吃著 不要吃著 為什麼 你看看雞蛋變色變暗了 什麼 水煮的雞蛋不是一直都這樣嗎 我一直都這樣吃 你看你知道沒有新的常識 你看看雞蛋皮變暗了 雞蛋黃色變暗了這些流化雅鐵來的 吃多了才看不好的 你會不會誇張了一點 你化碼有幾分我還不知道嗎 喂 子民 你不是為了報仇 特地嚇阿瑞一流嗎 最近網上確實盛傳 雞蛋煮內臟 蛋黃表面就會有一層流化雅鐵 這樣的物質對人體系有害感 這種說法是不是熟實呢 認真需要我們的調查員去調查一下 чего勇忍 為了炳馮科學的原則 我們現在離開了百萬季月 去往往往昇收大學找教授 解釋我們生中的問題 沒錯啦 等一下甚麼教授 Mall 就代替我們解決所有的問題 Lets go 好了 有人現在 yum 手上endra 成功學院的吃驗室 沒錯 接下來就找老師 來幫我們解決他生中的疑問 consigo 行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检测一下煮久的鸡蛋会不会有一种硫化压铁在的呢? 行,可以,其实这个实验很简单,我们只要用吸流酸检测一下就可以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实验交给您了,好吗? 好的,行 老师介绍说,这个实验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将一些的烤酸介入鸡蛋的样本当中 再放入一种特别的试纸在试管口 如果鸡蛋里面的确存在流伤压铁的话 这张试纸就会变黑了 同时我们也都见到在试管里面产生了不少绿色的物质 即是流伤压铁里面的压铁梨子 试验结束之后,我们发现试纸真的变黑了 试管底部都出现了少少绿色的成分 原来煮了的鸡蛋往外面那层深色的物质 真的流伤压铁 没想到指纹竟然说得对了 刚刚的实验可以见到 试管的无端有些蓝色的绿色 那些就是压铁梨子来的了 这个就叫做流化瓦铁 那究竟这种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呢 那这个问题都给各位专家来解答了 里面它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 但是也有一部分鸡蛋 比如说它的饲料或者是这个鸡的生活环境 它可能铁岩素含量比较高一些 它的鸡蛋里面还是含有一部分的铁 那么这一部分铁在加热过程之中会跟蛋白质里面的一种含流的成分发生反应 那么产生硬化铁这种反应 硬化铁它对人是没有直接的伤害的 但是它会氧化成那个硬化氢 硬化氢就会刺激人的那个 比如说呼吸系统啊 然后眼睛啊 还会引起人的头痛 所以像你们在煮鸡蛋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煮得太久了 煮下了鸡蛋又流回压天 这种物质本身就不容易被腸胃消化 阻碍人体对营养成分的吸收 虽然医生就说 这种物质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害存 如果不小心将鸡蛋煮过头 也都不用太担心 但是煮到刚刚好的鸡蛋还是最好的 只是问题又来了 那鸡蛋煮几分钟才是刚刚好呢 好了 那我现在就将三只鸡蛋放进去 那待会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之后呢 我就会分别拿一只鸡蛋出来 好了 现在就开始 好了 五分钟过去了 我现在就捞第一个鸡蛋出来 放在盘上 好了 然后继续煮 好了 现在十分钟过去了 我呢 就捞第二只鸡蛋出来 放在第二个盘上 然后继续煮 等多一会儿 OK 现在十五分钟过去了 我就捞第三只鸡蛋出来 放在盘上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剥削鸡蛋 看看里面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碟鸡蛋 分别用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的时间 做出来的 五分钟时间 做出来的鸡蛋是半熟的 十分钟做出来的鸡蛋 就是刚刚好的 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实验结果证明 五分钟的鸡蛋未送 不食而食用 十分钟的鸡蛋就刚刚好 而且蛋网的周边 不会有青色的流发压 十五分钟的鸡蛋明显就过嫂 周围呈现清晰 虽然专家说对人体 不会造成危害 但是始终都是小食为妙 鸡蛋不单止大人喜欢吃 亦都是BB最好的食物之一 所以很多妈妈 首选添加营养就是鸡蛋 但是吃鸡蛋的时候 BB就成为了妈妈的烦心事 你看看 手足一只鸡蛋吃 然后一边周围跑 搞到整间屋都是鸡蛋网 打掃起来很麻烦的嘛 所以有人发明了一样新东西 是什么呢? 专门给BB吃 就叫做黄金蛋 黄金蛋是最新网友 发现的一种鸡蛋身主义 它是通过外力 将鸡蛋的蛋网的外膜破坏 令到鸡蛋网和鸡蛋清混合在一起 煮出来之后 一个完全黄金式的鸡蛋 主要是为那些 家里面有婴幼儿的家庭准备 因为这样的BB 就不会搞到整间屋都是蛋网了 很多实验显示 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 那就让我们趁手来试一下吧 既然你在这里了 那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好像有些不长的预警 稍后呢 你就负责帮我熬这个鸡蛋 熬的时间不是很长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都要醒你来玩? 你这么大力 肯定可以的 二十分钟对你来说 濕濕碎吧 不要说了 开始 好 二十分钟了 子曼你行不行? 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她的腰力和手力的时候 喂 怎么样? 熬完了吗? 熬完了 感觉怎么样? 很累 累吗? 是的 那我们的子民已经熬了二十分钟那么久 我看到她的表情都出汗了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开始煮这个鸡蛋 看看究竟能不能煮出黄金蛋出来 好 好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第一只鸡蛋 究竟是否黄金蛋呢? 嗯 马上看看 很热啊 美女 很热啊 好了 我们现在抹开鸡蛋 看看到底是否鸡蛋清和鸡蛋黄 混在一起 变成了我们的黄金蛋了 哇 哇 新鲜滚热了 对吧 对吧 不行的 姐妹 等等 不是我不行 是你的巧合不行 美女 看来也是用第二种方法 拿出我的神秘法宝 是什么呢 神秘法宝 冷神秘 看看是什么 神秤笨笨 哇 你什么时候脱出来的 我不醉肉色的丝纹 我只是黑色 成家我就会用第二个方法 将鸡蛋放进去的丝纹里面 然后再拼一下 幸好这个实验还没做 看看行不行 好吗 嗯 我想问一下要拼多久 20分钟起 哎 其实我想跟你说 这个比你刚才更累 因为你刚才用一只手 或者用两只手 嗯 我将时间交给你了 20分钟啊 啊 女神恩 你不用这么搞笑啊 这个表情也太可爱了吧 那你继续努力吧 20分钟了 加油啊 喂 女神恩 现在可以了吗 怎么样 神稳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来检验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黄金蛋 不如将我拿出来 很累啊 我终于明白你刚才是什么感受 黄金蛋 好 我们开始 好 這次就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 什麼方法 我都來像肉摸摸一樣 我又來吃什麼 這支針不是用來刺你的 是用來刺雞蛋的 稍後我就會用針 去刺雞蛋裡面的蛋黃 和蛋清的那層膜 然後再搖勻它 再放下去煮的話 就可以做出一個黃金蛋了 水恩終於殺手鑑也要亮出來 究竟這次又行不行呢 又要搖廿分鐘 指紋全意你了 又是二十分鐘過去了 今次行不行呢 放進去煮過才知道 下面我們一起期待一下行不行 好 我們看到雞蛋已經熟了 究竟今次的雞蛋是不是黃金蛋呢 我們打開來看看 馬上見證一下這個時刻 好像有一點點黃色 我們看到邊邊是有一點點黃色 是不是真的成功呢 馬上敲開來看看 嘩 好像是得得的 剝開了一半個殼之後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黃色的雞蛋板 莫非真是成功了 嘩 嘩 通過鏡頭可以看到蛋黃和蛋 即是混合在一起 呈現一個金黃色的狀態 可能就是我們網友所做的黃金蛋 終於還原出來了 都說這個方法可以了 呃 呃 呂神印又回兩招 嘩 我們現在看到整個雞蛋已經剝出來了 你看看 是完整的黃金色的外表 非常漂亮 我想這個口感一定很好 沒錯 原來是要高超的手藝 才可以製出黃金蛋出來的 清水試雞蛋的這種方法 雖然有直觀又方便 但是只是適合近期食用的雞蛋來做測試 雞蛋煮太久了 就會產生流氓壓鐵 所以大家 最好就是採用我們實驗總結出來的結果 十分鐘左右定時就差不多了 至於黃金雞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不妨就可以試一下了 不過最好就要一家之主的爸爸 來陪著我們的媽媽和寶寶一起來做實驗 因為這樣的親子時光是最好的 好了 今期的節目差不多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